好日式料理的厨师在台湾必须要有证兆吗 这是台北的多家老字号的日本料理的老板 召集了30多家的同业 希望能够催生日本料理店厨师 在台湾能考日本料理证兆的这样的法规 日本料理师傅道工俐落 生育片旁的白萝卜切成丝都不成问题 最难的还是这道工 左手萝卜右手握刀老师傅仔细琢磨 日式白萝卜薄片一定要透光才行 老师傅好身手中日刀法都上手 全是因为在台湾的日式料理师傅 考的通通都是中式执照 而不是正宗日式料理证照 毕竟自己是做日本料理 希望你会有一个正式的日本料理的执照 日本料理在台湾发展也有百年历史 却没有日本料理证照的考照制度 台北市目前就有1500多家日式料理餐厅 一万多名料理师傅 全都必须要考中式料理才能工作 但中日刀工其实差很大 比一比中式和日式料理 剥片切法就必须要很费工讲究美丽 而中式住法就有很多种 其实现在更有很多店家为了图方片 已经改用机器报私 而台湾三十几家日式料理业者 现在串联希望能催神日本料理师傅 有专业的日本料理餐饮郑州 中文学院是说话 李文婷台北采访不到